这就是伊斯兰的第三大特征 它的朴实性 伊斯兰的第四大特征 也就是伊斯兰的全面性 伊斯兰的这个体系 它是总和的 它是全面的 它涉及到人类所需求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各个层面 无一一漏 全面而均衡的引导人类社会 从精神到物质 从个人家庭到社会 从整个的这个世界 物质的世界 经世到后世 它同样也告诉我们 大到宏观的浩瀚的宇宙太空 天地 日月 各大星系 各大星球 大地上的山川 海洋 河流 所有的一切 都在经典里边 有详细的说明 伊斯兰的这个全面性 它无所不包 全面而均衡 对人类的引导 大到人生观 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小到人类生活的细节 怎么穿衣吃饭 怎么上洗手间 夫妻之间 怎么建立 和睦有爱的家庭 幸福美满的生活 方方面面 无一一楼 没有留下死角和空白 这就是 它的全面性 所以古兰经 告诉我们 我将是你这部经典 而这部经典的作用 它的价值就是 产明 说明 万事万物的真相 并且作为 归顺者的 引导 恩责 和喜讯 十六章 八十九节 古兰经 产明万事万物的真相 所有的事物 你要 了解它的真相 追究它的 穷尽它的究竟 你要去研究 你要看古兰经 学习古兰经 古兰经里边 都有对 这些事物的说明 在古兰经 六章三十八节 鸟类 都和你们一样 各有各的族穷 古兰经十四个世纪之前 告诉我们 鸟类野兽各有各的族穷和种穷 这是现代的 社会学家 动物学家 科学家 通过对鸟类世界 动物世界 对海底世界的研究探索 所发现的事实 所有的动物 各有各的族穷 古兰经 一千四百年前告诉我们 这个事实和道理 我在这部经典里边 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方面的引导 无遗漏 全部都在经典里边有说明 好的 稍时休息 欢迎回来 W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W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伊斯兰的全面性 它的内容的全面 均衡 无所不包 这个方面 古兰经提到 Mafaratu ne filikitebi min shayi 我在这部经典里边 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方面的引导 对人的心灵的抚慰 古兰经 非常的具体 和全面 我们可以示具几个例子 Alam ya'ni lillazina amanu an taqshā qulubuhum li zikirin la wa ma nazala min alhaq 对于有信仰的人 接受了天气信仰的人 他们的内心 因为纪念真主 纪念真主所降世的真理 软化的时刻 还没有到来吗 古兰经直接 启迪我们的心灵 抚慰我们的心灵 和引导我们的心灵 在这一节经文中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告诉我们 假如我把这部古兰经 降在一座大山上 你一定会发现 那一座大山 因为惧怕真主 而爆炸 而化为粉末 这都是古兰经 和我们的心灵 在直接对话 难道我们的心灵 不参想 没有感觉 没有任何的影响吗 古兰经 对我们的心灵的启迪 对我们的心灵 没有起到感化的作用吗 古兰经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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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诺 这样的警告 你们多次的为恶 忽恶不穷 之后你们的心 就会变得麻木和坚硬 人的心灵的坚硬和麻木 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仿佛是石头 或者比石头更硬 或者比石头更硬 因为 有一些石头 从中间 炸开 河水流出 而有一些石头 从中间分开 泉水涌出 有一些岩石 从山顶上滚落 因为惧怕珍珠 而从山顶上滚落 很多地方的泥石流 即使灾害 古兰经里面提到 那是岩石和山 从山顶上滚落 因为害怕珍珠 但是我们的人心 麻木坚硬 不说敢话 所以在古兰经当中 有很多对心灵麻木的 消极的 坚硬的心灵的谴责 在那些麻木的心灵 对于纪念 阿拉 麻木坚硬的心灵 这的人是处于明显的 弥雾之中 也有对心灵的这种赞美 积极的感悟的感化的心灵的 这种赞美和肯定 的确 此中 古兰经的教导 天气的对心灵的抚慰和引导当中 对于有心灵的人 和专心静听的人 却有一种教会 却有一种感化 这就是对心灵的这种抚慰 非常的具体和全面 阿拉比赞克里拉 塔トマイナ القلوب 古兰经告诉我们 人的心灵处于躁动 惶恐 浮躁 胶着 混合 不安之中 而人的心灵 怎么能够安定呢 阿拉比赞克里拉 塔トマイナ القلوب 心灵只因纪念珍珠 而才得以宁静 心灵的宁静 是我们幸福的保障 我们生活当中 之所以不幸福 感到不快乐 感到压抑 感到烦躁 是因为我们的心不稳定 人心不稳 生活没有乐趣 没有幸福 物质条件再好 再优越 也无济于事 因为幸福 不在 这些物质的方面 幸福不可外求 而幸福只能向你的心灵 你的内在 而获得 那么我们怎样能够达到幸福 宁静呢 古兰经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纪念珍珠 信仰珍珠 纪念珍珠 心灵才得以宁静 有了信仰 心灵就有了家园 就有了宜归 就得以稳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踏实 活得安然 活得内心 宁静 宁静 祥可 充满安意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快乐 和幸福 这就是 伊斯兰的这种全面 任何一个方面 它都有所设计 包括我们 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亲 你的主命令 你们当崇拜他 并当孝敬 你们的父母亲 孝敬双亲 当父母亲的一位 或者是两位 在你的堂前 拔之年迈 他们体力不支 他们年老体弱 需要你的物质方面的 无畏不至的关怀 体贴的照顾 和对他们的精神方面的 这种抚慰的时候呢 作为子女的人 一定要孝敬自己的父母亲 鄙视 不得对父母亲说话的时候 有讨厌的神情和表现 也不得呵斥自己的父母亲 而是对父母亲 逼宫逼近的服侍父母亲 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温柔和蔼的 和父母亲交谈 说话 并且向真主 为父母亲做祈祷 说主啊 求你辞明 怜悯我的父母 犹如他在年小的时候 怜悯我 疼赐我一样 古兰经 对孝敬父母亲的 引导 启示 非常的具体和详细 在另一节经文中 而他的分娩 他的怀孕和分娩 共计三十个月 在另一节经文中说 母亲给自己的儿女 哺乳 含辛辱苦的 怀孕分娩 然后哺乳完美的两周年 那么作为人类 必须要拭目之孝 孝敬自己的父母 特别是对自己的母亲的孝敬 这就是古兰经 提到任何一个方面 他都有具体的详细入围的 这种引导 细致入围的引导 和对人类行为的规范 这就是古兰经的全面性 古兰经还要求我们 要参想真主的宇宙 通过真主的这个 创造的这个宇宙 去探索真主的迹象 从而提升自己的信仰 加强自己的认知 我将在天地四方 和人类的身体上 向他们招识 我的许多迹象 直到他们最终明白 古兰经就是真理 在人类的身体 和天地四周 天地四方 阿拉向我们 通过他的创造 他的造化 展示了他的 伟大的迹象 古兰经引导我们 要 参想这些迹象 要通过这些迹象 提高信仰 加强认知 提高信仰 那么这样的迹象 就非常的多 古兰经提到 在古兰经里面提到 蚊子和蚊子上面的 这个再放在十四个世纪 我们就不知道 蚊子上面还有什么 其实蚊子上面 浮着着 用相位镜放大 几多少万倍以后 才能看到的 微生物 浮在蚊子的上面 这是近代的 科学家 生物学家 通过对蚊子的 这种细微的观察 才发现的 在古兰经十四个世纪之前 提到 阿拉用蚊子 打比喻 或者是 在蚊子之上的 蚊子之上有什么呢 以前我们是不了解的 今天我们才知道 蚊子上面还有 那种微生物 捕捉在它的上面 这就是 它的全面性 这一季的节目 我们就到此为止 欢迎 下季再 继续回来 我说 وَاسْتَغْفِرُ اللَّهَ لِهُ وَلَكُمْ وَالْجَمَعَةِ الْمُسْلِمِينَ إِنَّهُ وَ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 وَذَوْهُ يَسْتَجْبُ لَكُمْ وَاسْ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وَ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